做雙類換膚 做雙類換膚其實基本上有些最大的迷思是 不要說你要為了做而做 因為很多病人就是看到說 誰在誰做了雙類換膚 然後今天到一個診所諮詢說 我就是要做新的雙類換膚 可是你的膚況可能不適合 那今天如果是在皮膚科診所 可能皮膚科醫師會過濾一下說 你的皮膚狀況膚況不適合 或者是正在有一些不適合不能做的情況下 醫師可能就會推掉說你這個不能做 但是如果到一些就是可能美容院 或是到一些就是比較 以醫美為俗的診所 他可能就是想要銷售這筆金額 他可能就為了做而做這樣 所以你為了做他就讓你做 那就不適合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說 你要解決問題 比如說我想要改善我的痘痘 我想要改善我的痘疤 我改善的色素 那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該怎麼建議怎麼做比較好 而不是說我要問性能酸 因為我想做性能酸 所以不要為了做而做 因為最常見的是為了做而做的人 而且是要做很久很久的人之後 其實皮膚又出問題了 那後端來說 其實我們皮膚科常常就會收到這些 做太久性能酸 或是做過頭性能酸 造成皮膚敏感的案例其實就越來越多了這樣子